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今天在推特上流传两段国内草根青年对实据的评论 这两段评论都是中共极不愿意听到的 但确实中国青年人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对整个国家的热爱及痛心 第一个是一个叫齐议员的年轻人二十多岁 他发出的呼吁他认为反对习近平倒行逆势 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 他还穿了一个文化衫来亮相 他对实据的评论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必须要结束专制 习近平确实是越来越不得人心 另外一个年轻人叫张叛成 网名叫子慕玉熙甘肃人 他据说是北大的保安 刚刚辞去保安的工作 他说的比较长 他表达了对整个中国的忧虑 而且他要求扬龙自由 声援比失踪的董耀穷 华庸 驾驶工人 还有北大的学生 岳新 他非常的气愤 习近平不经过人民 不经过人大 甚至不经过李战书的书面的签字 就把600亿美元就送给其他国家 所以习近平的倒行逆势 现在已经激起了年轻人的普遍的反感 年轻人就是出生牛肚 不怕虎 有理想 有热情 毫无牵挂 所以他们敢于挺身而出 奋不顾身 敢于不计后果 不怕牺牲的 为理想 进行到底 这让我想起了我自己 在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 也是20岁出头 为民主自由呐喊 在21岁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被 北京市公安局给抓捕 22岁 在盛政又被抓捕 又被判刑 那之后我们的 思想里面 就没有一个怕字 只要主义 只要理想 从政 只要为国家 为民族 我们在追求真理 实现未来 中国人民的福祉 我们就 什么都不怕 根本没有任何的 计较 所以年轻人的状态 是非常的理想主义 也是任何一个革命 任何一个社会变革 必须要 需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元素 没有年轻人 就推动不了社会的发展 没有理想主义 没有敢抛脱路 下热血的一大批的群体的出现 这个社会永远就会处在 莫属成规的状态 远远处在被奴录的状态 因为人们不敢改变 没办法改变 或者说 害怕改变 但年轻人呢 他们是 不计代价 不怕牺牲 敢于改变 好 我们来看 这两段视频 非常的 让人感动 在国内那样一种残酷的情况下 能够正式的发出声音 对待他们的 后果 那就是被抓捕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个人已经失联 根本联系不上 估计已经被 中共当局 给抓捕 面临他们的结果呢 就是被判刑 以这个宣传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刑 当时被我们抓的时候是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后来又给我判的是 进步颠覆政府罪 所以他们呢 做了一个一两年的牢 两三年的牢啊 这个他们已经有了心理的准备 经过这层的谋难之后 他们才会成为一个 真正的革命家 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好 大家好 我叫齐一元 我今天站在坚决反对 习近平的倒行律师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首先抓捕了一大批 维权律师 然后篡改了宪法 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 国歌法 英烈法 以及七个人民的警察法 现在我十分愤怒 因此我今天占权声援维权律师 要求言论自由 立即释放维权律师 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 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律师 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一党独裁 请大家支持我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 今天晚上就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值班了 我想露一段小诗篇 声援那些我不认识 却生生扎根在我心里的人们 我是一个简简单单 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出生和死亡对于我来说 来得同样平静和珍贵 但我也有我的梦 也有我的理想 也有我的自宗 也有我身为人 不可剥夺的权利 极权体制之下 没有安全的人 包括极权者本身 也无时不刻处在危险之中 有人今天 端坐在主席台上 明天 就有可能 龙为了阶下穷 一个民营企业家 说死就死了 一个人 说不见 就不见了 我们中国人 吃啥啊 像土戒一样的生命啊 六百亿美元 说送人 就送人了 他到底 经过了谁的同意 他经过 人大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栗传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国务院的同意了吗 他经过 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 我不是什么人民 我不要做什么人民 今天 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 站出来 表达我的意愿 我的心声 六百亿美元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是西北农村 大大的留守儿童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董琼瑶 到底犯了什么罪 脱墨无罪 独裁犹罪 请立即释放他 请立即释放他 今年八月份 为家事工人 维权的月薪 也到底 也到底犯了什么罪 请立即释放他 请立即释放他 华勇 是我 微信 通行令里面的朋友 从今年7月12号起 他就没有了阴性 他究竟去了哪里 他也到底犯了什么罪 去年年终 他为小花清城 唱生日快乐歌的情景 还 一一再现 他 他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请立即释放话勇 请立即释放他 另外 还有 一百万的穆斯林同胞 一百万 手无冲铁的穆斯林同胞 他们 也究竟犯了什么罪 新疆的冬天 已经来了 那里 已经 开始下雪了 请立即 释放他们 请送 他们回家 当然 当我 调达出我的心声 我的意愿的时候 我也有可能 会像他们一样 面临被消失 我早已经做好了 慷慨 赴死的准备 华夏民族 自古以来 就有无数人人之事 杀生已成人 舍生于取义 以余星之所善惜 虽九死其欧未会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我自横刀 向天笑 去留肝胆 两空龙 拼将石板 头龙血 力把前空 虚挽挥 如果 能够成为 他们的一分子 将是我 人生 最大的 幸福 人生 自古 皆有死 死又 何所俱 我们食的是 中华粮食 饮的是 华夏水源 本是同根 相间 何击啊 如果百年前 蔡元培先生 曾经是 这里繁荣过 那么今天 在这个 充满男怀女爱 死气沉沉的地方 就是 中国人的 上兴之地 今天离开之后 我就 再也 不会来 这里了 最后 我仅以一个 个人的身份 呼吁 所有有良知的 中国人 能够站出来 发出 我们的心声 要自由 要民主 要平等 要公平 要正义 要1945年 入民主 联合政府里 那个向我们 承诺的国家 如果 我死了 我还有 尸体的话 我的家人 是五毛 我已经和他们 彻底决裂了 我已 无家可归 希望 今天 能够 记得我的人 把我的骨灰 用灰白色的布 包裹起来 我不要被装在 坦坦罐罐子里 我讨厌 被窒息的感觉 洒向 屈原 投江的地方 为什么 我的眼里 常寒沥水 因为 我爱这颗土地 爱得 盛存 我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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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